今天呢 当然在讲这个之前 好像在云端上面有一个 额外的补充 就是说 如果你今天要保护你的 这个VBA专案 因为将来你这个东西要给别人用 别人打开之后 大概如果看到的话 你没有保护 他也许就知道怎么样 把那个开发领域叫出来 Visual Basic打开来 然后知道说 你的表单在这边 你的程式在这边 你的Module在这边 他就知道了 所以如果要保护的话 其实非常简单 这边直接专案按右键 VBA Project 这边有个保护 保护地方记得锁定 加上密码就可以了 加上密码 按确定之后 你再把它关闭 储存的话 储存外面这个 他这个地方会出现 要不要储存 当然要按否 他说 这边按否 记得将来储存的时候 因为我给你们的是 Excel活跃簿 记得把它另存成 启用聚集活跃簿 因为我们里面有写VBA 如果你没用这个的话 将来VBA全部消失 就不见了 OK 等于保护也没用 OK 所以特别注意储存 如果你再把它关闭 直接就把它打开来 我刚刚是放在桌面上 这个存档之后 你会发现 他这个图示 长得就不太一样 他会多一个 这个惊叹号符号 那副档名的话 就变成 XLS 原来是X 他变成M 这个 然后惊叹号 如果我今天把它打开来的话 基本上 当然他预设会有一个什么 启用内容 OK 因为你如果没有启用 他就 刚刚那个我们 this workbook Home 里面点秀 他就出来了 好 就把它关掉 那因为我刚刚有保护了 所以在这个开发人员里面的 这个地方 点击进来 有没有 打开来 密码 你如果不知道 乱key 密码不正确 所以 这个我想是必要的 因为如果你写很多东西 那这东西是你的智慧财产 对 所以如果你不希望让别人知道 你到底怎么写的话 你可以锁一个密码 而且这个是有价 很多人 其实帮人家接专案 最后一定要打个密码上去 为什么 因为这个 如果我让你看到了 那你就会了 对不对 所以 而且外面的 有些地方收费是 open source 跟不open source 的价格是不同的 也就是我今天 如果你要好 那我可以程式码给你 但是 可能那个 就是 专案的价格就不一样 会有这种 这种部分 所以你可以锁一个密码 但是你一定要记得你的密码 你不要到处忘了 跑来问我 我也不知道 因为这个是你自己的专案 所以你要自己记得 如果你忘记的话 其实我也没办法帮你解决 因为这东西就变成 没办法 我之前好像有同学 有跑来 有问我 他说 怎么去把它破解 不过这当然不是正规的 后来他好像有把它破解 后来 Google一下 好像他也是找了半天 终于找到一些方法 可以把它 解开来 不过之后 我是没有刻意去了解 因为这当然不是 不是正规的方法 OK 好 那这个地方的话 你就可以 第一个 如何保护 保护的方法 那我这边有一个画面 你可以做这样的动作 第二个的话 就是说 我们要建立一个 共用的资料库 假设说 你今天有需求是 需要把你们将来输入 这些资料 集中在一个资料库 共同存取 那这个时候 你需要做哪些事 这个可能 难度稍微高一些些 因为我必须要从Excel 跨出去到哪里 到Office里面的Assess 那如果你对Assess不熟的同学 可能你就要一点点心理准备 那我会跟你讲说 哪些你需要 注意的 哪些可能就 有空的时候再去了解 那首先的话 第一个 我们需要建立一个 空白的资料库 OK 所以第一个的话 请各位先开启这个 我们的这个Assess Assess2010 然后第一个的话 你会发现 它预设就是空白资料库 不过呢 它会问你说 你要放哪里 那因为呢 我的Excel 是放在桌面上的范例 那我就把 资料库 跟我们的Excel 放一起 这样比较好找 那未来 你要放别的地方 你自己再去移动它的位置 然后呢 再来这个 档案名称 就资料库名称 我们叫做问题1好了 也许一下问题1 就这样子 OK 按一个确定 这个时候的话呢 这个时候的话呢 2 3 按个建议 这个时候呢 它就已经帮你建立一个 完全空白的 资料库了 但是 接下来怎么做 第二个呢 我的资料 我的结构 这里面都没有对应 你会发现 它预设是一个 空白的一个什么 资料表 那我希望怎么样 有没有什么方式 你一定会想说 老师那有什么方法 可以快速的把这个表 帮我一下子 就在SS里面产生了 那它是最好的 可是这样怎么过来呢 交配一个最简单的方法 你也可能你 不想要特别去学SS 因为其实说 现在学SS的机会 越来越少了 以前的话呢 大部分大量资料 都会先到到SS 处理完再倒回去Excel 可是现在越来越少 这种机会了 这第一个 第二个是 越来越少公司 会愿意额外花钱 去买SS 以前好像都会 但是现在因为授权 你如果有授权SS 跟没有授权SS 那个版权的授权费 差的非常的多 可能好几倍 当然如果说 台数算下来的话 那不得了了 一个公司就要花非常多的钱